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透过上一个精华短片 全委牧师尼世与2011年圣餐讯息 竟以让我们明白 2000年前 主耶稣从死女复活 得着复活身体 在地上向门徒显现40就业的目的 是为到新约时代 制造两个无医人的信仰 然后就被提到天上 究竟 无医人是什么呢 原来 当主耶稣被提进到天上之后 地上的教会需要有信仰上的延续 所以 按照路加福音24章记载 当主耶稣以复活身体 向门徒显现的时候 特意选拣了两位门徒 向他们显现以及解明 凡经常所指着自己的话 主耶稣的用意 就是借着制造两个无医人的信仰 透过他们写成四福音 和其他新约书卷 使得真正的信仰得以延续下去 无疑 按照启示路20章记载 当七年大章篮完结 主耶稣捆绑撒旦一千年的时候 主耶稣会叫历史上 所有信主的人都一同复活 这个是头一次的复活 然而 究竟圣经有没有证据显示 末世有些特殊的信徒 会被其他人更早得罪复活身体呢 甚至可以做1260人呢 第一个证明 记载在细事61章 当圣殿完成 被神良多收货的时候 唯有达到至圣所和圣所吸收的信徒 才会合资格被提 但是属服外院的信徒 仅仅能够满足外院统祭坛和洗作盘的要求 即是乘性之路的恩信称义和浸礼的标准 所以 他们无法被提 仍然要留在地上1260日 成为无疑人 以保护的方式 完成自己的数字 被外帮人显搭 因此 当至圣所和圣所被提之后 就由外院的无疑人去完成餘下的1260日 换句话说 原来我们达到至圣所吸收的信徒 会成为无疑人的师父 让他们早1260日得着服活的身体而被提 第二个证明 记载在启示62章 当妇人诞下小孩子 满足小孩子信仰吸收的信徒人育完成之后 他们一出生就会得着服活身体 可以被提到神的宝座去 得着核管列国的铁像 至于妇人以及其他儿女 他们却是没有复活的身体 所以 他们并没有被提到天上 最后只能够留在地上逃到旷野 捱过最后1260日 即是一宅 二宅 半宅 而且 他们需要为耶稣作见证 同龙去增战 因此 启示62章的记载 就在第二个证明 显明 小孩子级数的信徒 与妇人和其他儿女级数的信徒 是有分别的 小孩子级数的信徒 即是永恒生父 会早至少1260日 已经得着服活身体 被提到神的宝座去 故此 接下来 当全位牧师和众星徒 从灰尽中复活 得着服活身体的时候 神的用意 就是叫我们透过服活身体 制造我们信仰的徒弟 就是两个无依人的信仰 透过2012信息 让人认识主耶稣 启示6的预言 和末世的大灾难 在信仰上重新努力 小到属灵生命成长 好让这些 未能准时被提的无依人 也能够借着 传扬2012信息 结出果子 在属灵生命里面 引辱成为小孩子 因为 到了历史结束的一刻 有个基督徒 单单只需要传扬主耶稣 而不需要聆听 神给予当时代的 Ramer和Oracle的话 这样 过往二千年的新约信徒 都已经做到了 过去二千年里面 他们岂不是都有所谓 传扬主耶稣吗 只是 为何在《马太福音》第七章 主耶稣正重地提到 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 不能都进天国 因为 各人都需要进行天父的旨意 让自己成为一棵好树 结好果子 马太福音七章十七至二十三节 这样 凡好树都结好果子 唯独坏树结坏果子 好树不能结坏果子 坏树不能结好果子 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坎下来 雕在火里 所以 凭着他们的果子 就可以认出他们来 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 不能都进天国 唯独进行我天父旨意的人 才能进去 大家留意到吗 这个就是过往二千年 普世基督徒的误解 他们自缺自信主当日起 只是在属灵里面受孕 得着属神生命的基因DNA 这个时候 他们的属灵生命 尚未完成266日的孕育过程 虽然他们时常称呼主啊主啊 只可惜 他们却从未按着神生命的DNA 去寻求以及遵行天父的旨意 完成每个人属于自己的定命 因此 普世基督徒都误解 以为自缺自信主之后 单单凭着称呼主啊主啊 就可以认到天国 然而 马太福音第七章 主耶稣却警告 凡称呼我主啊主啊 却没有完成266人育成长的人 其实不能都进天国 甚至 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 二十一至二十三节里面 更加进一步警告 很多基义或者灵恩教会的基督徒 都不以为信主之后 一味盲目跟随教会的传统和吩咐 于日常生活里面 奉主耶稣的名字去讨告 传道 赶鬼 或是行许多异能 却没有再主动寻找当时代 神级月的Rai Ma和Oracle 其实 主耶稣根本不认识这些 所谓缺自信主的基督徒 他们全部都不能够进天国 因此 大家就知道 在每个时代里面 寻找神级月的Rai Ma和Oracle 是何等重要的一件事 因为 唯有安置神生命的DNA 进行天父子义 完成这266日孕育过程的人 才能够诞生成为小孩子 进到天国里面 所以 马太福音七章21至23节 凡称呼我主耶主耶的人 不能都进天国 唯独进行我天父子义的人 才能进去 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 主啊 主啊 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 奉你的名赶鬼 奉你的名行许多二能吗 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 我从来不认识你们 你们这些作恶的人 离开我去吧 由见及时 原来整个新约时代里面 基督徒不单只要传扬主耶稣 更加需要聆听 神级于当时代的 Rema和Oracle 进行天父的旨意 让自己成为一棵好树 结好果子 透过不可以停止聚会 不断参与教会 和服侍其他人 来到成为一个母福 使自己在属灵生命里面 也都孕育成为一位小孩子 故事 我们终于明白 此时时刻 会何神不断借着共同信息 明证成安教会 和2012信息呢 因为 神要世人和成安教会的弟兄姊妹 确实这样相信 2012信息的重要性 神透过当前 成安教会所分享的2012信息 为了让身处末后的世人 终于明白 吩咐必出于成安 万民都要留归者成安山 原来 神借着圣经 诗篇 摩世诗篇 体诗录 约翰福音 节旗 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迹 约失的一生 主耶稣的活剧 Bible Code 纵先知书 和世上众多的共同信息等等 早已预言 关于成安教会的时迹 吩咐必出于成安 万民都要留归成安山 而成安 正是指向我们成安教会 这个就是为何 自从五年前 分享天马作行动信息之后 过往五年间 神从未停止 世上众多共同信息 主动地去印证日华牧师 成安教会 和2012信息 甚至 上年12月 全威牧师离世之后 神透过全威牧师的离世 不断以更多国际大使 Coby Bryant的离世 和轰动全球的武汉肺炎等 向我们进一步揭示 死人復活 从灰尽中復活 赞放与结果史 成全与小狮子的斩生启示 神的用意就是提醒我们 神对于成安教会 和全威牧师离世的重视程度 在这段时间 神竟然刻意 用Coby Bryant的离世 和武汉肺炎等事件 成为向入华牧师沟通的信息 为了让入华牧师明白 接下来 全威牧师和众星徒 都要从灰尽中復活的五年里面 成安教会和2012信息的方向 成为连一日都不偏差 达Oracle神语级的信息 事实上 当全威牧师和众星徒 从灰尽中復活 得着復活身体之后 到时 我们会组合起来 与主耶稣一模一样 直着復活身体 在地上以40日 至40个月的时间 证明一套信息的真确性 而这一套信息 正是过往超过10年所分享的2012信息 当我们被提之后 2012信息的价值 就是为了制造无依人的信仰 令剩下来的世人 能够在这1260日里面有色可尋 效法入华牧师和省安教会信仰的典范 使自己的信仰能够孕育成为小孩子 进到永恒的天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